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餐 晚上却大吃一顿 以致身体越渐越胖 二 晚餐与糖尿病 长期晚餐过饱 经常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 很容易造成胰岛负担加重 加速老化 进而诱发糖尿病 同时肥胖也会引发糖尿病 三 晚餐与肠癌 晚餐若吃过饱 蛋白质食物无法完全被消化 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产生有毒物质 加上活动量小 进入睡眠状态中 使得肠壁蠕动缓慢 延长了有毒物质停留在肠道内的时间 增加了肠癌发生的风险 四 晚餐与尿路结实 人体的排盖尖峰之期 在晚餐后的四 五个小时 若晚餐吃太晚 当排盖尖峰期到来时 通常已进入睡眠中 于是尿液滞留在输尿管 膀胱 尿道等尿路中 不能及时排除体外 只是尿中的钙不断增加 很容易沉积下来 形成结晶体 长期积累就容易形成结晶 五 晚餐与高血之症 晚餐若采用高蛋白 高油脂 高热量进食方式 会刺激肝脏制造低密度和极低密度之蛋白 从而形成高血之症 六 晚餐与高血压 晚餐内容若偏昏时 加上睡眠时的血流速度减缓 大量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 进而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 使外周血管阻力增高 亦使血压突然上升 也加速了全身小动脉的硬化过程 七 晚餐与动脉周样硬化及冠心病 晚餐的饮食 若是偏向高脂肪 高热量就可引起胆固醇增高 并在动脉壁堆积起来 成为诱发动脉周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一大原因 动脉周样硬化形成的另一主因 使盖质沉积在血管壁内 因此晚餐的成食 美食 饱食 及过迟迟晚饭 都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八 晚餐与脂肪肝 晚餐若吃太好 吃太饱 血糖和脂肪酸的浓度会加速脂肪的合成 加上晚间活动量小 也加速脂肪的转化 即易形成脂肪肝 九 晚餐与急性一线炎 晚餐暴饮暴食 再加上饮酒 即易诱发急性一线炎 严重发病者甚至在睡眠中休克 猝死 十 晚餐与老年痴呆症 若长期晚餐吃太饱 睡眠时胃肠及腹筋等的肝 胆 胰脏等器官仍在运作中 使脑部不能休息 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 进而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 加速脑细胞老化 据统计 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 在老年后有20%以上的几率 会罹患老年痴呆症 十一 晚餐与睡眠质量 晚餐的诚实 宝石 必然造成胃 肠 肝 胆 胰等脏器 在睡眠时仍不断地工作 且传递信息给大脑 使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中 进而造成多梦 失眠 长期下来就会引发神经衰弱等疾病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晚上才有时间好好享用一餐 晚餐通常是最丰盛的 一 你的晚餐一般几点吃 晚上六点 七点 还是八点 这个研究如果用通俗一点话来翻译就是 晚餐吃得晚 心梗脑梗都高发 甚至还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因此 晚餐最好在晚上七点前就要解决掉 中医讲过午不时 所谓午 就是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 虽然现代人睡的时间明显晚于古代 不能做到 但是提倡大家 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前解决 避免晚餐吃得太晚 给身体带来疾病 二 过了七点晚餐应该这样吃 一 只吃五分饱 过了七点 肠胃消化的黄金时段已过 胃液减少 胃动力变差 这时候 不吃晚餐 要比正常晚餐吃得更少 最好只有正常晚餐的一半 也就是五分饱 这种感觉就是刚吃到爽 就要放下筷子停嘴 二 吃得比正常晚餐更慢 因为已经很晚 吃得慢一些可以把食物咀嚼得更碎 更有利于肠胃消化 同时也给身体一个反应的时间 让身体体会五分饱的感觉 同时最好不要边吃饭边看视频 边吃饭边说话 这样最影响消化了 必然会增加胃的负担 三 多以蔬菜和粗粮为主 如果晚餐吃得太晚 就不要再吃大鱼大肉了 这些脂肪和蛋白质会加重身体负担 甚至等你已经熟睡了 身体还在帮你消化这些残食 无疑会导致高血脂 高血压等疾病 所以 这是吃晚餐 最好就是吃一点蔬菜加粗粮 这种搭配完全不会加重身体负担 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加速食物在肠道的 停留时间避免癌症的发生 四 五种不健康的晚餐 一 加工肉太多 烤肉是很多肉食动物们晚餐桌上的主角 但是 晚餐食用过多红肠 烤肉等 不仅营养欠佳 还会影响消化 此外 晚餐肉食当道 蔬菜不足 亦引发肥胖 甚至增加乳腺癌 截止肠癌等 恶性肿瘤的风险 因此 晚餐应尽量远离烤肉 尽量用闷 煮 炖等少有少盐的方法 二 喝酒过量 酒精会使人体的神经系统 从兴奋到高度抑制 严重时 还会破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啤酒虽然浓度较白酒低 进入胃后 可使未必减少分泌前列腺素液 造成胃粘膜充血和水肿 出现食欲减退 上腹胀满 白酒啤酒一起喝更可怕 会加速白酒中的酒精 在全身渗透 伤害肝 胃 肠 肾等器官 有人晚餐后大醉不醒 急易在睡梦中出现意外 三 不吃晚餐 在减肥 圈子里过五不食法甚为流行 这样的饮食习惯 不仅不能减肥 反而损害健康 胃内食物的排空时间 大概在四至六小时之间 排空之后 胃会继续分泌胃酸 如果没有食物中和 胃酸会长期侵蚀胃粘膜 特别是加班人群 由于消耗能量大 不吃晚饭会使神经抑制保持兴奋 得不到正常休息 影响第二天工作和学习效率 四 太辣 晚餐进食 麻辣食物有两大坏处 一是辣椒 花椒 胡椒 大蒜 生姜等食材 对肠胃损害很大 二是辣椒所含的辣椒碱等刺激性特质 会通过刺激人体舌尖 进而刺激大脑中枢神经和身体各部分的神经落梢 导致心跳加快 体温上升和较长时间的兴奋感 导致入睡晚和睡眠质量不高 因此 麻辣食物是晚餐雷区 对患有口腔炎 咽喉炎 知气管炎症 消化性溃疡 胃肠炎 胆囊炎 慢性胰腺炎 以及高血压等疾病的人更是禁区 五 甜点让腰围变粗 甜点多为高糖或高淀粉 高脂食物 如曲奇 芝士蛋糕 巧克力 饼干等 晚上摄入过量的糖或脂肪 运动量较白天却大大减少 亦引起肥胖 精脂糖类在体内代谢 会消耗维生素和矿物质 经常吃精脂糖 会造成维生素 钙和钾缺乏等营养问题 四 如何打造健康晚餐 一 晚餐吃到七分饱 七分饱应当是这样一种感觉 胃力还没觉得满 但对食物的热情已有所下降 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 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 当你已经吃到七分饱 就要及时放下手中的筷子 晚餐时可以使用较小的盘子和饭碗 有助于控制饭量 切记边看电视边吃饭 三心二意容易吃多 二 晚餐一时清淡 很多上班族白天没时间好好吃饭 想晚饭多吃一些补回来 这对健康更不利 青州小菜是不错的晚餐选择 也可以少量吃肉 但以鱼肉瘦肉为佳 三 晚餐注重补营养 晚餐是为一天营养 茶漏补缺的好时机 比如 如果早餐和午餐没吃粗粮 晚上可以蒸点红薯 南瓜或来碗砸凉粥 要注意不能胡吃海喝 适量补充即可 四 晚餐千万别太晚 根据现代人的作息时间 在晚上五点至七点吃晚餐比较适宜 尽量保持每天规律进餐 晚餐如果吃得太晚 加重消化负担 会影响睡眠质量 如果上班族需要加班 也最好先吃饭再加班 五 晚餐最好烧应酬 中国人习惯在晚上应酬 如不能推掉 可以在上菜时每样加一点到自己盘中 吃完后就不再加菜 或饭局到一半就撂下筷子 不吃了 有助于控制食量 如果实在太晚了 比如已经晚上九十点了 马上要睡觉 最好就不要再不吃了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喝一杯热牛奶 加一小把坚果 热牛奶可以更好的助眠 坚果可以增加一定饱腹感 并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这样看来 想要远离疾病的清洗 晚餐真是太重要了 看完一定要提醒身边的亲友 大家互相监督 健康地吃晚餐 才能吃出健康 吃出长寿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